左手握話筒 右手搖筆桿 驻美代表肖美琴笑容灿烂 电话那头可是拜登的外交顾问 美国前副国务卿布林肯 肖美琴致电布林肯 向赢得美国大选的拜登 转达台湾的祝贺 希望台美继续保持密切合作 这个是一个国际外交的礼节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 对这种好像政治的表态 也许应该要小心含蓄一点 不要太明显 肖美琴和布林肯这一通热线电话 有意凸显蔡政府和江上台的 拜登政府有沟通管道 我觉得以肖美琴跟布林肯的关系 他们是老朋友了 对台美关系我们比有熟人 所以潮中有人好办事 2015年蔡英文以民进党总统 参选人身份访美 踏进国务院这一刻 被视为最高礼遇规格 当时蔡英文和时任副国务卿的 布林肯巨星蔡部会 简单的事实就是我走进去了 她在夏 duration里面去访美琴 我们在与她们很好的会讀 我们厉害中国人 在台湾上和与她与台湾论 共同的尊重 與穩定的穩定 去建立正確的發展 2016年4月 蔡英文上任總統前夕 布林肯在眾議院外委會聽眾會上 公開替台灣發聲 再度展現友台態度 也被期待可能成為 我國和拜登政府的重要橋樑 還沒等到拜蔡通話 先來一通不消通話 為蔡政府的鴨寶說消毒 記者簡紅旗李怡婷台北報導